美聯社的記者來問 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問了什麼呢 因為普萊斯說 中國這種氣球項目 全球40個國家都在實施 結果這個美聯社記者就問他 是哪40個國家 哪40個你講嘛 但是他就沒有講 然後沒有講人家記者 當然就會繼續追問啦 說那你如果沒有監視這些國家 你怎麼知道 中國正在監視這些國家呢 戴老師聽起來講的還有幾番道理 美國監視全世界 美國全世界主要地緣戰略的位置 因為美國他們有一個地緣戰略學 然後他會把全世界的熱點都標出來 然後跟他有關的國家 還有他的盟國 還有看到敵對的國家 還有熱點的國家 美國是24小時全方位的監督的 所以美國事實上是派情報人員 用盡各種間諜手段 在全世界收集所有的情報資料 美國是全世界最龐大的間諜組織 美國駐外的大使館 絕大部分都是負責間諜工作 所以美國的駐外的軍隊 也都在負責間諜工作 那也就是說他們在監視的 其實是全世界 他們侵犯全世界各國的國家主權 所以美國人你自己心裡明明白白 不要自己在那邊演戲 演了你好像是受害者 你一直是加害者 所以這個亮哥讓我想到一個電影 就是全民公敵啊 因為那個裡面就講說 誰在監視 監視 對啊 然後這個監視 還有另外一個監視在監視 對 那時候就是那個 男主角跟他的太太有一段對話 就很有意思 可是就讓我們想到說 電影的情節怎麼好像其實也蠻寫實的呢 只有大盜才能夠欣賞別人的偷技好不好 大盜欣賞別人的偷技 美國就是監控全世界嘛 所以他才會覺得這個事情他要處理 可是現在你看 因為這個氣球技術比他好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賴老師知道 因為那個南海飛機插裝那個事件 對 剛剛賴老師提的 就是中央有個駕駛員死 那個網身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P3C就掉下來 那中國大陸就拆解啊 那也留置了一段時間嘛 幾個月 我覺得美國一定是發現這個氣球 可能有一些技術他們沒有 所以就會帶一群就會緊張 那很高 這家公司的技術是世界第一的 世界首區 因為它有紀錄是48公里的高度 那是超高空 那美國沒有這個技術 那是在大氣層 所以他就要研究他是用什麼材料 可是美國現在變成是說 如果中國說我這是民用的 美國就說不對喔 我說你這個是間諜的喔 是這個不是一般的民間用器 他也有軍用執照 可是對 可是話說回來 那如果今天中國一直這樣子說 美國不踩性 那美國說的 那大家都要相信嗎 如果美國它有其他的用途 但它如果今天告訴你的說 我是科考 科學研究的呢 那我能相信它是真的科學研究的嗎 舉個例子 納米比亞最近附近海域發現一艘 用在蒐集水下信息的美國無人艇 美國說那是科考研究的私人艇 這是美國的講法 結果毛寧對此做了回應啊 說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監控偵察國家 長期在世界各地開展情報活動 美國有頻繁敗艦機 在中國周邊抵近偵察 嚴重危害中國國家的安全 所以亮哥講了個半天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美國他老大哥 他要說了算 我這種東西不是用嘴巴說了算的 所以剛才蔡委員有講到 你FBI的藏骸你就拿 拿原件出來證明嘛 比如說你的回傳裝置 那到底裝了什麼通信裝置 那雷達是什麼樣的雷達嘛 對不對 那到底錄到了什麼嘛 真的有拍到蒙特納的核基地嗎 真的有拍到嗎 這都是一翻兩瞪眼的 那你如果都拿不出來 那中方當然有說法了 所以你看嘛 根本就沒拍到嘛 那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回傳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 而且他們講什麼高清的照片 這個不是你講的算的 這個不是你講的算的 是要拿出證明的 1960年5月 美國那個U2偵察機被蘇聯打下來 美國第一時間不承認啊 結果你的駕駛員被人家抓到啊 是 結果蘇聯出來開記者會 駕駛員一起出席耶 是 那美國就沒話說了嘛 所以就是你掌握什麼殘骸 來證明說這個叫間諜氣球 那間諜氣球有定義的啦 他一定要有別於氣象氣球 多了哪些裝置嘛 那你用那個太陽能電 滿電力夠嗎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坦白講那個科學界人家自然就會知道 你是不是鬼扯嘛 國民黨是派了副主席 到北京去跟夏立妍王滬寧見面 那夏立妍呢 其實在這一次呢見面 到底你覺得 怎麼看這個成果呢 那倒是這一次我們看到說 能夠見到這個台辦 這個國台辦的主任之外 如果真能夠見到這個 準大陸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的話 我已經見到了 是啊 就是說那這是不是意義更是不凡呢 王滬寧當然未來就是要主導 兩岸的政治方案的員嘛 那我們可以說 大陸對他非常的重視嗎 當然啦 就是這個就好像那個 上次信仰廷去大陸 然後國台辦見完之後 見到了代品國嘛 他本來賈希林沒有見到啦 那這個一樣 這個就是 這個是最高位階了啦 這個是當時中央對台小組第二號 第二號人物 這最高位階了啦 因為你是副主席你不可能見到習近平 對不對 那現在我還在等國民黨的新聞稿 國民黨新聞稿還沒出來 那新華社大陸那邊新聞稿已經出來了 那基本上他的基調啦 大概就是他當然有批判台獨啦 不過他的基調就是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創祖國統一嘛等等 那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等等 大概是這個基調啦 那因為他現場交流到底講了哪些話 我們現在不知道 這要等國民黨方面的新聞稿 國民黨方面進步說明 可是賴老師你的解讀呢 你覺得他們到底能談出些什麼來呢 那後續真的會有很實際的這種交流的推動成果嗎 如果就我個人多次的參與大陸的這些高層的會議的經驗 以這個夏立元的身份地位跟份量 不會談出什麼結果 那基本上來講是大陸是透過夏立元 那麼傳送一些訊息 那這些訊息也是一種政治訊號 例如說前段時間有日本的一些新聞 說提到有關於這個大陸 說已經在擬定一個新的對台的政策 等等等等的說 可能要取代九二共識啦 或是一國兩制等等 其實我覺得這些你很明顯的看到 日本的媒體在造謠 因為王滬寧的講話是具有權威性的 那他的講話已經很明白了 第一個那就是以二十大的對台政策 作為指導方針 這個是不會變的 因為二十大在中國大陸來說 他的歷史地位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如果要了解大陸對台的政策 一定要去深入研究 二十大的對台灣的所有的政策 還有在二十大之前所公佈的 對台的白皮書 那這個態度很明白 那在這裡面定位中台灣就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了 這個定位也很清楚了 然後第三個那也就是這個兩岸之間的來往 就是一定是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沒有別的路走 那我剛剛看到的那個新聞裡面 那夏立元好像也說了這句話 那當然要等夏立元回來以後 我們才會聽到說夏立元到底有沒有說 這個九二共識 那當然以國民黨的立場 應該尾巴還會帶一個叫做一中各表 那如果我估計夏立元很有可能會講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那個新華社的稿 他說夏立元這樣說 他說夏立元感謝習近平的總書記的問候 然後兩岸人民同為炎黃子孫 希望今後兩黨再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基礎上 增進互信溝通 加強交流合作 共同造福兩岸民眾促進台海和平穩定 所以國民黨又重新回到九二共識 但是我估計國民黨應該有 夏立元應該在口頭上有提到一國兩制 但是新華社是不會把一國兩制也都登出來的 我估計應該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這些新華社所公佈的 是不會差別很大的話 新華社他用代過 他說落實中共二十大的精神 他並沒有提九二共一國兩制這四個 他就用二十大精神 九二共識嘛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沒有一中各表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夏立元一般來講 就是說國民黨不會放棄一中各表 對因為以夏立元的立場來說 他口頭上應該也會講到一中各表 一般來講是這樣 但是在這一點上就其實就代表什麼 就代表我們之前的推測 也就是說夏立元能夠見到王滬寧 是因為他承諾了 也就是國民黨回到九二共識的這個領域裡面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基本調 不然的話他不可能見到王滬寧 所以我當初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所以我當初我的估計就是說 如果能見到王滬寧的話 那就代表在跟宋濤談的時候 那已經表明了就是國民黨的立場 是回到九二共識 那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就是回到了馬英九時代的九二共識 這一點國民黨不能夠再反覆了 拜託 反覆一次以後 你的誠信已經大打折扣 不能夠再反覆了 你好不容易又從你的垃圾桶撿回來 我一直在用這個形象比喻 你好不容易從垃圾桶撿回來 又拿出這個酒精紙 把它消毒了一下 然後你現在已經 本來藏在抽屜底下 你已經拿到檯面了 麻煩你就好好的珍惜 拿到檯面的這個九二共識 即使你堅持一中各表 我們也不反對 但是你就好好的拿到檯面上來 不要再把它說 它的歷史階段任務完成 又丟到垃圾桶去 拜託不要再反覆了 免費看 求職便利桶 手機買通喔